司马辉,自德操,尹川扬地人,为人清高把俗 有知人论事,鉴别人才的才能,受到世人的敬重 南郡人彭统听说司马德操住在尹川 所以走了两千米路去拜访他,到了尹川 正遇上司马辉正在采桑业,彭统便在车里对司马辉说 我听说大丈夫处事,就应该地位非常显赫 哪有压抑巨大水流的流量,去做至私妇女的事 德操说,您暂且下车,您只知道走小路快 却不担心迷路,从前博城宁愿耕作 也不羡慕诸侯的荣耀 原先宁愿住在以桑木为门轴的简陋屋舍里 也不愿住做官的住宅,哪有住在豪华的房屋里 外出其肥状的马,左右要有十几个侍你侍候 才算是与众不同的道理呢,这正是隐世虚游 朝复感慨的原因,也是青年知识薄疑 书其长叹的来由,虽然有吕不韦的爵位 其警工的富有,也是不值得尊敬的 庞统说 我出生在边缘偏僻的地方,很少见识到大道理 如果不扣机一下声音洪亮的中古 那就不知道他的声音之响 司马辉与庞统相互交谈 不分昼夜,谈论后 司马辉对庞统十分惊异 并称庞统是南州市之首,使庞统渐渐为他人所知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司马辉出现在第35回和第37回 刘备马月谈息后,偶然相遇司马辉 司马辉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 并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楚 刘备随后夜宿庄愿 此日,司马辉自称山野闲散之人 谢绝了刘备请求他出山辅佐的好意 不久,赵元率军寻找到庄前 刘备便随赵元离开 其后,刘备准备拜访诸葛亮 司马辉想要探访好友徐树 不料徐树已经中曹操的计策前往许昌 刘备向司马辉提起徐树拒见诸葛亮的事情 司马辉再次历见诸葛亮 三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 可谓一个风云变换的时代 一部明著三国演绎 便描绘了不知多少的人物 这期间既有帝王将相 也有才子佳人 既有文臣武将 也有英雄豪杰 既有当时名人 也有山野之士 真可谓群星璀璨 正如小说作者在开篇所列的词句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在这浩瀚的群星中 却有一位出场不多的人物 全书琢磨也很少 如果对整部小说加以回顾和品味 你就会开始对这个人物 渐渐产生深刻的印象 这位人物就是我们这篇文章 将要讨论主人公 三国时期的神秘大营水晋先生司马辉 在全书120个章回中 司马辉是在第35回 选得南章逢尹伦丹服 新野御英主 中才出现的 当时刘备被荆州刘表收留后 驻守于新野 但被荆州本土势力的代表 蔡茂所猜忌防范 蔡茂设计招刘备附会襄阳 却与暗中加以陷害 在荆州另一位谋士一级的提醒下 刘备及时匆匆离艳冲西门逃去 演出了一段马月谈戏的传奇故事 这位后来蜀汉政权的创立者 就是在马月谈戏之后 邂逅了给他后半段人生 以精彩指点的水晋先生 根据小说的介绍 水晋先生司马辉自得操 影传人士 小说对水晋先生的外貌描写 也非常惊烈 就八个字松弦鹤骨 气宇不凡 对水晋先生的住处草堂 也略加描写 架上堆满书卷 窗外承载松竹 横琴于石床之上 轻气飘然 关于水晋先生 整部小说就这么多描写 却活脱脱将一位隐世高人的形象 尽显于读者面前 刘备与马月谈戏脱险之后 不期路过水晋先生的庄上 于是当时历史上的两位显影代表人物 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人生交集 两位人物的交谈重点是围绕着人才展开的 在此之前 刘备认为自己的集团人才积极 文有孙钱 弥竹 简庸之辈 吴有官 张 赵云之流 之所以事业不济 盖音于时机不济 可见 刘备为匡扶汉事的大业 颠簸了大半辈子 却还连门都没摸到呢 水晋先生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指出了刘备所缺的是经纶即是之才 再分析了一套天命有归 龙象天飞 等该应在将军身上的所谓传统天人合一伦理之后 水晋先生直接向刘备道出了一个人才方案 福龙 奉处 两人得一 可安天下 甚至告知以行动方案 今天下其才 尽在于此 功当网求之 当刘备欲进一步详学时 水晋先生却一个劲地说好 好 劝刘备早点休息 因为天色已晚了 但见高人讲话一向点到为止 就是不一样啊 当晚 刘备就夜宿于水晋先生的庄上 肯定是因为疑惑于白天和水晋先生的谈话 晚上竟一直难以入睡 当晚半夜还有人拜访水晋先生 并隐隐约约有谈话 聊不得刘备一晚都入坠云雾 以为是扶龙或凤竹到了 这一幕在三国演绎 连环画中的马月谈息一册中也有讲到 因为是描述夜晚 有那么两夜画面黑乎乎的 这在全套三国演绎连环画四十八册中 非常少有 所以水晋先生很早就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恐怕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们接着看刘备在水晋先生装上的经历 第二天天亮后 刘备当然迫不及待地询问昨晚来人是谁 水晋先生则笑打此人欲网投民主 已到他出去了 殊不知这位半夜访客 就是日后不久前来辅佐自己的叙述 刘备仍然不得其解 又开始盘旋浮龙 凤楚 水晋先生照样不停地笑说好 好 仿佛就一直在和刘备打哑谜 一位在世间叱咤风云的英雄刘皇叔 到了这位山野饮食的面前 无论在思维方面还是在行为上 真相成了一个小学生似的 最后 刘备在告辞水晋先生的时候 禁不住邀他出山相助 水晋先生答曰 山野闲散之人 不堪是用 自有圣无使辈者来助攻 公益仿制 刘备和水晋先生的第一次交往 便这样结束了 刘备和水晋先生的第二次交往 则是出现在小说的 第三十七回司马辉再见 明示刘贤德三顾草炉 这一次的描述就更简单一些 篇幅就一夜左右 当时刘备已经往龙中去了 两次皆不欲苦民 正在准备第三次 临出发时水晋先生竟飘然而至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 他们之间的第二次交流 也是最后一次交流 这一次误谈 水晋先生就不再和刘备 被打雅迷了 不知是不是已经感觉到 这位刘皇叔确实心诚 所以这回和刘备的谈话就直接了当 在寒暄了一段叙述被炸去曹营的事情之后 就开始将话题转移到孔明正题上了 水晋先生对孔明给出了惊人的评价 其本领超乎管仲 乐意之刘可比星舟八百年之江子雅 万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无疑更进一步坚定了刘备三顾茂鲁的决心 然水晋先生在此别刘备出门之后 却留下了一句令人过目难忘的话 我龙虽得其主 不得其时 悉灾 这简直就已经将后来的历史给定格了 事实上也却如此 诸葛孔明先生尽管满腹经伦 神机妙算 然终其一生鞠躬尽瘁 仍未能实现刘备的复兴汉事 匡扶天下之理想 让后人留下出世未解身先死 尝试英雄泪满金的揭叹 身前已知身后天下事 水晋先生实乃高人 他在评论叙述离开刘备之前走马舰 诸葛这件事实所说的另一句话 原直欲曲 自去变了 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液 也充分暗示了孔明出山之后的命运和结局 水晋先生实乃三国时期一神秘大隐